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思维和现在的分析问题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古代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尝试用一个近期讨论比较热烈的关于宋代历史的话题作为切入点 也就是说看我们在看到了一些历史的事件之后 我们是否跳出前人的角度 重新的来审视这件事情的发展 和这个事情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或者说教训 今天我们就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 提到靖康之变呢 它是一系列这个历史实践发展的这么一个最终的这种结果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呢 这个靖康之变的由来呢 是关北宋和这个燕云十六周 也就失去了这个燕云十六周以后呢 北宋的这个战略地位呢就非常的难受 为什么呢 一旦失去了这个燕云十六周 也就是现在北京附近河北这一块呢 中原地区呢 基本上属于这种无险可守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被后来的历史都被证明了 如果你要丢失了这个河北地区 如果军事上再没有一个很强的这种优势的话呢 基本上呢 一旦军事处于弱势呢 它就对付游牧民族的时候就非常的吃力 所以这个北宋呢 对于这个燕云十六周呢 是非常的希望呢 能够收回这个地区 燕云十六周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呢 是这个石敬堂 石敬堂原来是后藏的一个 将领啊 后来后藏呢 和他就是猜忌啊 猜忌他可能要造反啊 要想削夺他的兵权 他就造反 造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呢 他向这个契丹呢 求求援啊 作为交换呢 他割让了这个 就是北京附近的这么一个十六个周线 就是所谓的燕云十六周啊 割了这块以后呢 确实是中原地区呢 没有和险啊 没有无守无险可守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呢 石敬堂呢 就是向来呢 被赋予骂名啊 说汉奸 但这个纠正一点呢 他确实做的是 不对 但是汉奸这个名字呢 不适合 因为石敬堂呢 他本身就不是汉族人 他是沙醋人 也就是后唐的这个 在五代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就是沙醋长啊 李存孝什么李存旭 在北宋建国之初呢 就想着这个拿回这个燕云十六周 当然呢 这个也是失败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 也就是杨家将的杨叶啊 杨家将的故事呢 就发生在这个北宋收复这个燕云十六周的这样战争中啊 当然实际上的故事跟那个所谓的什么奸臣作乱啊 什么的还是没有关系 因为主体力量来看呢 当时的军事潮流呢 还是骑兵主导 骑兵主导呢 北宋作为中原地区呢 他这个骑兵能力呢 还是比较弱 他主要依靠的一些什么沙驼的这些降兵降将 中原本身的这个步兵的能力呢 也不强啊 因为这个我们中原地区呢 他的这个平常的这种操练是不够的 因为老百姓都各自征农各自为战啊 就是到战时临时招募 或者这种长期的兵营的这种油条式的 这种痞子式的这种兵痞式的这种结构 职业军人的这个战斗力呢 是非常的弱的啊 这是从唐代就开始了 所以呢 这个战争呢 是可想而知呢 实际上呢 他的失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后呢 在这个后来呢 一旦这个宋朝呢 稳定下来以后呢 就会和这个辽国呢 发生这个征战啊 这个辽国的这种游牧啊 游牧民族呢 南下截掠呢 是历史上的这种常态 到了1004年啊 辽朝的萧太后和辽胜中 弄了率军南下 这个深入这个宋静 当时的这个皇帝呢 是宋真忠啊 宋真忠呢 就有点像逃跑啊 逃跑 但是最后呢 还是在这个我们知道扣准的 这个立劝下 这个重新呢 就是组织起了军力进行抵抗啊 在城镇的这种围城战中呢 就射杀了一些辽军的这个高级将 而且呢 由于辽 辽国自身的原因 我们也提到说 就是说 游牧民族虽然在过了这个 燕云十六周以后 可以长驱植入 但是他的后勤补给呢 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环节呢 辽朝辽国呢 也意味意识到呢 他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两国呢 就于1005年呢 调定立了这个著名的这个 禅渊之盟 所谓禅渊之盟呢 就是当时 辽国呢 给宋国一些碎币 十万两 然后捐了二十万匹 以白沟河为戒 从此以后呢 辽和宋两国呢 百年呢 就没有大规模的战事 从这个实际效果来看呢 这个是一个符合当时的这个 国际政治的这种 现实的这么一个条约啊 既是辽能给 辽国可以接受的 是宋国也可以接受的 当然你说给 十万两这个银子 这好像有点不好看 宋朝呢 这个十万两 这个白银呢 对宋朝来说呢 本身不构成什么太大的 这个经济负担 确实在面子上呢 是不好看的 但是这也是一个现实 因为你在武力上 无法达到的这个平衡呢 只能暂时的达到一种 这种正常平衡啊 相就是两国呢 也又在这个百年的时间呢 就相相安无事啊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了这个 呃 宋徽宗啊 徽宗上任 徽宗是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史书清条啊 他有一个呃 所谓陈平天子啊 就天下陈平日久 他就花鸟啊 什么书法都非常棒 我们都知道 所以他都有一些 所谓比较浪漫的想法啊 他要建一个 所谓的不适之功啊 当然这个不适之功呢 呃 首先呢 他会想到怎么样 要收复这个 燕云十六周啊 当然以他当时的能力呢 实际上他只是想想 而也没有真的去做啊 呃 他会同时呢 宋徽宗之初呢 也在对这个西夏的战争中呢 取得一些小小的胜利啊 这并不是说宋朝的战力到这个时候有提升 而是呢 我们更应该归咎于西夏的这个衰落 西夏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 呃 他这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因为整体的 从唐末以来 那西夏那片地区啊 他的人口的承载量就开始下降啊 就是他越来越干旱 无法支撑大量的人口 所以他这个西夏这个国家呢 越来越衰落啊 宋徽宗呢 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的小有斩获啊 就是就觉得自己呢 呃 就是我们现在说怎么 就就突然呢 就膨胀到一个非常啊 可一世的就这么一个地步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海上之盟 就是啊 联合这个 进攻这个 辽国的这些计划 就1120年啊 宋经两国 结成海上之名 协议就规定呀 经国啊 就湾园 湾压鼓打那边呢 宫 中经 中经也就是在辽宁那边啊 而宋呢 攻打这个南京 南京也就是燕京 攻打现在的北京这个区域啊 侍臣之后呢 经国答应呢 燕云十六周呢 还归宋 但是宋需要把原来给这个辽的碎壁呢 转送给这个经国 而辽的其余国土呢 也要归经 也就是说 基本上恢复到这种 我们现在熟知的那种 长江以南以北的这么一种状态啊 长城 长城以北呢 是这个经国 长城以南呢 是这个 宋朝观 这是一个看似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在后来的战争中呢 精兵呢 很快就攻破了中经 而宋朝呢 出众二十万大军呢 伐辽呢 却屡屡失利 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呃 金人已经攻下了这个燕京啊 就北京周边地区以后呢 宋军呢 还无所没有什么像样的这种斩获啊 等到辽国灭亡之后呢 首先呢 宋军就暴露了这个自己的这种战斗 战斗力极其这个虚弱的这种状态 但是呢 宋朝呢 还是要求呢 金国履约 然后呢 交回燕云十六州 但是金人就指出啊 就是金人 金国又不干 他说我们约好的是 我打南北佳基 我打这个中经 你打南经 结果你什么地方 像样的地方都没打下来 你问我要这么大片土地 呃 作为结果呢 也没有说这个 让这个宋人呢 完全没有所获 而是宋人呢 这个 呃 用了一些这个钱币呢 赎回了七个州 啊 燕云十六州赎回了七个州 靠南的这大概有七个州 实际上这七个州呢 对战略没有 取得北京附近的地方 战略的意义不大 而这个事情呢 本来呢 也可以告一段落 啊 起码呢 还有一个 对于这个 北松来说呢 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说 休养生息啊 以图这个 自我壮大和防备的过程 但是坏事就坏事在这个 我们知道这种 徽宗啊 徽宗呢 就 呃 属于那种浩大喜功 又没有什么 才能的人啊 他他当然是 我们说艺术才能很强 政治才能 就非常之差劲了 他要怎么样呢 徽宗朝呢 就去策反了 这个 祥金的元辽将 啊 叫这个 张 张绝 这个张绝呢 是 金国呢 就是燕京地区的 这个留守 他想把这个 呃 他的想法 可能就是说 我先把这个 啊 这个燕京地区啊 我策罚以后 我然聚成固守 成为 继承事实啊 可能是这么一种想法 而且呢 在这个 金泰祖 去世 安国达去世之后呢 派宦官呢 去向金国呢 要求归还其余的 这个九州 就是 这个 我们现在看的 也是非常的不明智啊 趁人之危 趁人之危 而且呢 虽然 这个时候呢 呃 金国呢 有短暂的啊 不是特别稳定的 这种 权力交接的现象啊 但是 你还没有说像 这个中国两 两帮开始 开打那种状况 你就去做这种事情了 也是非常的不明智 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是这个 金泰宗继位以后呢 完颜宗旺啊 就派过这个完颜宗旺呢 去袭击这个平州 啊 张觉的军队大败呢 连夜就怎么样呢 逃往了这个北宋啊 然后呢 进还是进入了这个燕京啊 就我们现在在北京城 当时这个宋朝的这个燕京留守呢 郭耀师呢 和宋军呢 在这场战争中呢 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样呢 去救援这个张觉啊 你既然策反人家了 你就有这个义务呢 说他镇守这个地方呢 你应该去救援 或者做出一个安排 结果呢 宋朝呢 也是作弊上官啊 没有理他啊 没有去做出一个实质性的这个 救援 半年之后呢 这个张觉的这个家属啊 特别是张觉的弟弟呢 都被俘 然后他的弟弟呢 就交出了这个宋徽中策反张觉的书信 经朝呢 就以此呢 经国呢 就以此呢 迫使了这个宋朝呢 杀张觉啊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宋朝呢 就真的去把这个张觉呢 杀了啊 惹不起啊 就知道打不过 惹不起呢 去把这个杀了啊 就是说你既然知道打不过 你干干嘛 你去惹人家呢 是不是 这我们现在看 就是非常的不明智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 呃 这个事件呢 就非常的滑稽啊 你既然去作为 当然我们做作为后事来看 特别是说 呃 我本人是汉族啊 读的这种诗呢 呃 读这个 呃 靖康之变呢 才是心里不舒服的 但是我们如果跳出这个 呃 自己的这个视角 从一个客观视角来看呢 这个宋朝呢 是 简直是无可理喻啊 简直是 每一步呢 都都是非常的 无赖啊 然后呢 这种 教出张觉以后呢 就使得当初很多投靠 呃 这个 北宋的这个 这个辽国的这个叛将啊 对不对 包括郭耀师这些人呢 就觉得心中不安 就没有安全 好家我投了你了 一有什么事件 人家要我 要 要我 我就会怎么样呢 被你出卖 所以 宋朝的这个 信用啊 或者说 对这种 武将的这种 吸引力呢 是极端的这个下降 后来这个郭耀师呢 就没办法 后来也就是投了这个 筋骨啊 就转投了这个筋骨 呃 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两次这个 战争呢 结果呢 是大家都很清楚啊 呃 新 这个 北宋呢 就灭亡啊 宋徽宗和新宗呢 都被这个 俘虏到这个北方啊 一直据说是在这个 黑龙江的这个五国城啊 这个历史呢 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啊 大家比较清楚 搞历史的这个 或者说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呢 都比较清楚 我们要看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历史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 北宋的这个 战略决策会这么的 这个 不堪 首先我们也要反思说 在既有的这个 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啊 或者儒家的 或者 呃 甚至说这个兵法的思维方式中 我们读的三国演义啊 这种 呃 孙子兵法啊 都会给我们提起说啊 这个国与国之间呢 只要讲利益啊 不要讲什么道义啊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 也就是说 国家的兴衰呢 它是一个 呃 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呢 是一个群体性的选择机制 啊 我们提到就是说 呃 在自然界呢 很多情况下呢 这个选择机制是在由群体展开的 比如说这个 狼群 啊 呃 一个 壮大的 或者这个强盛的狼群呢 可以获得更 更多的资源 呃 相反呢 一个不是弱小的 或者成员稀少的这个 狼群呢 往往会处于边缘地带 或者说挨饿的这么一个地带 孤狼呢 在自然界中呢 生存都是非常艰难的啊 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 动物世界啊 孤狼的生存是非常艰难的啊 就有上顿没下顿那种 所以他就属于这个灭绝的边缘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 在国与国的竞争之中呢 呃 不论是武力竞争 还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这种 别的一些啊 竞争呢 这个 群体性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他不是说我一个人强大 我们看这个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武侠小说呢 对人们的误导是非常强的 包括三国演义这种也是非常强的 就是我一个人强大 就代表了我这个 这个军队强大啊 三国小 呃 我们就记得这个 三国演义里 当然就觉得啊 关羽强大啊 关羽就这个 所向披靡啊 张飞强大又也是这个 这个所向披靡 吕布基本上也是怎么样的 呃 就是天下无敌那种感觉 最后呢 当然一般他失败都是什么 射服啊或者什么被被被被人偷袭啊 怎么样他失败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实际的这个世界呢 不是这样的 这和我们的这个呃 古代的这种文人的认知是有 局限是有关系的啊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古代的这种 包括三国演义这种小说 还有包括像我们现代像金勇写的这个武侠啊 他们的完全不了解的是 呃 既不不了解古代战争 也不了解现代战争的这种核心的这种因素 比如我们看到的 古代的主要的这种 战争的这个 核心的是团体性的这个 作用啊 都是团体作用 比如说我们最早的 我们看到的 呃 最当然之前更早 我们今天不展开了啊 就是在这个希腊方阵之前就有啊 比如说亚素啊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苏米尔都有 我们简单来讲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希腊的步兵方阵 到罗马的这种 叫什么 百夫长啊 就是一百个人百人小队这种 一百个人的这个 小队这种中队这种战争方式 他都是以团体展开的 不是说我哪个人力大无穷 哪个人武艺超强 实际上没有多少人 南敌这个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上过中学的人知道 最简单一个句话就是 呃 双拳南敌四手啊 我们在那个呃 特别是男孩在上中学的时候 就会惨痛的体会到这种呃 被几个人打的这种经历啊 我觉得多多少少呢 呃 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呢 都经历过这种事啊 你再有本事 除非你特别壮啊 你可能打能打两个啊 你再壮了 就算你特别壮 四五个人你也干不过 对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般情况下呢 这种群体化的战斗呢 是非常呃 以群体来来取胜的 罗马人经常打打的这个打遍天下呢 他从这个打过各种这种 非常勇武的这个所谓的像像我们高卢人 日耳曼人 他为什么特别像凯撒的这个高卢战绩 你就记得他核心的因素 他有一个团队的这种作战啊 他都是编队的 前套盾牌投标枪 然后怎么样短剑的禁勃杀 还有很很完备的这种盔甲 它是一道战争的体系 而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所谓个人的勇武 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知道 在这种宋国和这个 辽和金的对抗中呢 我们看到的是宋朝的兵力是 逐步的薄弱的 越来越弱 从宋建国之初呢 我们还可以说呢 宋太祖 宋太宗的这些部下呢 包括这些兵呢 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到了宋真宗时期呢 就已经很弱了 然后呢 巨臣防守呢 开始发开发一些器械 我们看这个战国呢 就是远程的这种大弩 或者成功臣炮的这种 仿尘的器械呢 给这个辽国呢 呃 带在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麻烦 使双方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啊 进度啊 而骑兵这些呢 虽然有很多的马呢 由于他这个生活方式的限制呢 所以他整体来说呢 他的骑兵是非常弱的 而且由于这个宋朝的这种兵制的原因呢 他就整体的缺乏训练啊 就没有我们说兵不是将 将不是兵的这种 这种体制呢 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 这个层级式的管理 所以就出现了个状况 就是兵呢 都是一些所谓散 我们称为这近似散兵游泳的那个状态 缺乏这个团队的这个作战 作战能力 所以呢 我们就会知道呢 在这个团队的作战能力方面呢 宋朝呢 是处于显著的这个劣势 另外呢 我们要看到呢 在这个 我们提 在谈到这个道德的这个 道德形成的这个自然起源 和道德形成的这个历史中呢 我们做了很长时间谈这个群体化的选择 就是在宋朝的这个 每一步啊 每一步选择呢 看似都是最对自己有利的 我们看到 包括我们看宋慧中之前的选择 当然是对自己看似是有利的 你看这个 可以第一步呢 是怎么样 联合金国啊 去攻辽国 看似我可以收回这个 十六周 看似都是把自己的利益 放到最大化 但是呢 这个结果呢 恰恰相反 是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 本钱就赔了个金光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 如果个体 从社会来看 如果仅仅以利益为导向啊 仅仅看到个体的利益 或者说各自身的利益做决断的话呢 这种决断往往就是会导致一个相反的结果 这是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常见的这个现象啊 在这里呢 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 作为一个国家啊 或是作为一个整体 一个群体来说呢 我们在这个靖康 靖康事变啊 靖康之变中呢 我们要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 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正义之间呢 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啊 我们要反思一下 作为一个国家是否也能 也也要把利益放在首位 还是要把正义放在首位 在这件事件中呢 宋徽中呢 他首先是一个出卖了盟友的一个人啊 他宋国呢 和辽国呢 就是和平了一百多年啊 也就是宋朝的这个皇帝呢 宋徽中这个去世的时候呢 辽国也是全国举 就是虽然呢 这个和平呢 是由战争打争了 但是呢 在战争之后呢 辽国也是真诚的信奉了这个 遵守了这个和约啊 跟这个宋朝呢 称为兄弟之邦啊 之间呢 没有这个大的这个战事 而且在辽朝边境发生饥荒的时候呢 宋朝也会派人去政绩啊 就是两个人相互来说呢 总体来说呢 是互为怎么样呢 扶持就互相对来说是和平的啊 而作为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呢 在辽国呢 反复受到这个金国的攻击之后呢 然后呢 徽宗呢 要怎么样呢 趁势要怎么样呢 去袭击这个辽国 而且他完全就是忽略了我们所说的这个 纯王齿寒的道理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从 你会说从事后诸葛亮的角落来看 纯王齿寒 但何欣海的问题怎么样 他无法正确的估计自己的军事实力 这就是皇帝本身的最为常见的错误 另外呢 我们要看到呢 在这个与人也好 与国与国之间也好 我们不可以和魔鬼做交易 如果是一个很邪恶的政权 像这个我们看到的金国的出取政权 他确实是以一个非常血腥杀戮为 为特色的这么一个政权 我们是否应该 和这种政权做一个交易呢 我们看呢 是应该是保持距离 是比较明智的 另外呢 还有问题就是信用 既然我们这个 既然呢 宋国和辽国签订了这个合约 在没有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这种 或者重大的违约情况下呢 单方面的毁约呢 仅仅因为所谓的利益 毁约呢 这是得不得不偿失的 就丧失了一个国家应有的道义的责任 第二点呢 我们就提到了 说这个个体化的这种丛林社会呢 只会走向衰败 你宋徽宗的这个 军臣呢 如果单独拆解每一个步骤 似乎每一个决策都 对自己是非常好的 这个选择 但是呢 每一步都是最佳的选择以后呢 而结果却是非常的差 就说了那句话 就是说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这《红楼梦》里非常重要的 历史是非常的贴切 因为他们似乎是每一步都觉得自己非常聪明啊 做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但正是因为他这种小聪明呢 最后呢 葬送了整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呢 特别是 北宋呢 遭受了一个灭顶之灾 从这个我们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他也是这种群体性竞争之会啊呢 这种个体化的丛林社会的法则呢 是不适用的 今天呢 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好 欢迎大家呢 持续的关注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